等你们一会儿吧 OK 我再等个30秒 喝喝水先 这水啊 别误会这水啊 嗨 嗨 好 在开始之前 经过两次解决不了美言的事情过后 我这次没用我自己手机 我借了工作人员的手机 但我发现 还是不太行 yes就关不掉然后问了他说是那个就是就是技术方面的问题就是就算你关掉了他会带一点 嗯 没办法就这样播吧 yes 他说就是会自带一点点 嗯 就是技术上的问题 关不掉 那我就没办法了 OK 吃饭吗 我今天其实吃蛮多的就是上午吃了那个 那个那个叫什么 就是日本的一个就是那个忘名字了就是那个像鸡汤一样的一个料理 然后在待机市的时候有吃那个有吃拉面 但是是那种干的那种的就拌面 然后还有吃了反正吃了蛮多东西的 yes 现在吗 现在没带 刚才舞台上的时候有 但现在我摘了 这边的天气的话 现在其实刚刚好我觉得就是没有特别热也没有特别冷 就简单来说的话就是因为我回来趟深圳嘛 就是比深圳稍微会凉爽一点就对 哎你说就是像今天星期几啊今天星期六 星期六其实这个星期还蛮多事情可以和你们分享的对 因为就还跑了蛮多城市的你就像我北京郑州深圳南京首尔东京 跑了六个城市 特别的充实 yes 对但特别感就是其实当天和明浩一起到了北京过后 然后做到了北京过后 然后去吃了火锅 因为很久就我说就问我俩想吃什么 然后明浩说都行 我想了一下好久没有就 好久没在 在就去北京了嘛 因为他在北京好久没吃那个老北京火锅了 然后就说那来北京了去吃一下那个老北京火锅 就烟团那种的 然后当时就有把那个就是照片就拍了然后发到群里面 然后大家的反应都特别热烈特别想吃 没办法你们吃不到 好 就我不知道现在韩国有没有那个老北京火锅啊 但是我是真的是好久没有吃到这个了 就让他们羡慕一会儿 然后我还和那个就之前就比较亲的经纪人我就把照片发言 他说我说之前你跟我来北京的时候 你也吃到了 这一次你吃不到 我在拉仇恨 对对对铜锅那个 就是铜锅 就是上面有个像那种就是火山一样那样的 然后中间放炭 就特坏 重庆的话 对当然重庆也特别想回去 想吃那个重庆火锅 然后在北京待了差不多 因为当时就是时间是刚好是比较塞车的那个时间段 然后大概是坐了一个多小时车才到了那个火锅店 然后去 因为去飞机 去机场里那个火锅店还有差不多三四十分钟 所以 中间等于说是就是 吃了一个多小时 然后稍微休息了一会儿 然后又出发就去了郑州 就非常的开心 然后 就是 去了郑州 郑州因为其实 我去过 我其实去过郑州 嗯 嗯 因为之前我 我爸是那边的 然后我叔结婚的时候有回去过一次 然后 然后那个 然后之前其实回郑州的时候转机有稍微在郑州的机场见了一下就是爷爷他们 但就没有待太久 然后就立刻就飞走了 然后这一次 回郑州的时候我就不只是 嗯 认识了很多朋友 然后拍摄的特别开心 然后我的 大伯母还有大伯父还来看我了 然后 带了一堆那个当地的那个就是特产啊什么什么 就还有那个 就他们家里面的那种什么土鸡啊什么的 让我带回深圳然后就带回去了 然后 还嘱咐我说 就这个鸡你就带回去 就让 让你妈不要加热 就微波炉也不要 也不要加热 你就这样直接就能吃了 对 所以当时我回深圳的时候就是和就是好久没见的朋友见面过后 然后见完后就是一起去去健身健身完过后就是吃那个吃土鸡 哈哈哈 就对蛋白粉都不用用了 就有现成的蛋白质了 然后对 对带队友去旅游就去昨天我在那个就是八周年那个live的时候 所以我说 嗯 有机会的话当然想啊 但是 嗯 看看机会吧 总会有机会的 yes 长沙 长沙也是好地方 好久没回去了 yes 对 然后 对 其实这一次的录制还蛮有意思的 就剧透我就先不剧透了 就反正大家也知道我是在哪录的 在保全 对 然后 就感受到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然后对 特别的 有趣 好玩 然后 就 是回了趟深圳 然后 其实我回深圳这一次 虽然没有就是告诉你们我回去干嘛 我是不是因为签证了 对 就是要补 补签证 因为什么签证不告诉你们对 对 OK 因为不签证 对 又回了趟深圳 然后 呃 在 深圳的时候 其实 见了很多 就是好久没见的朋友 就之前直播的时候 有和你们说的就是武馆的朋友 还有我高中的时候 大家一起 就 就 我就因为高中没有表演戏 误入了美生戏 美生戏 美生那个地方就是 嗯 就是那几年的 认识的好朋友 就是他们都刚好都在深圳 然后 就见了面 还有老同学 然后中间还和 老师们 校长就一起吃了饭什么的 就特别的开心 就 有种回到当年同学会的感觉 嗯 然后 也和 就是当年的朋友们就是聊了很多 有趣的事情 因为 就真的是感觉时间过得很快 你就像 嗯 每次 我回国 就感觉大家的变化都 特别大 像练习生时期的时候还 就三四个月 半年 一年回去一次 但每次回去的时候都是 就感觉身边的朋友们 上高中了 高中毕业了 上大学了 大一了 大二了 大三了 大四了 毕业了 找工作了 对 就感觉 其实大家 就是朋友们的生活 特别的 就是也是过得 特别的 嗯 美好 嗯 就我很庆幸啊 因为感觉我身边的朋友 都特别特别的有干净 就是跟我说 感觉自己现在还年轻 就是还不想就是 就是 稳当下来 还想去拼搏什么的 就是我听了也特别的 嗯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 就是 心里很暖的感觉 嗯 嗯 就 就 就跟你们分享一下我 就是回深圳的时候 经历的这些 因为我觉得特别的温暖 有很多温暖的小事情 嗯 嗯 嗯 就像 就见到了 当时一起 好朋友 然后 他们两个人 一个人现在是在当音乐老师 一个是在 当 就是去北京发展完过后 然后成为了 现在也是在自己做 作曲 作词 对 就是跟我现在职业 特别挂钩的一个职业 然后 然后还听 听他说 就是 就是现在 就准备 也是就是说过段时间 准备来 就是什么 游轮啊 来日本就是有活动什么的 就是真的是为他感到非常的自豪 就 对 身边的朋友们都是在 就是这些行业 然后他还跟我有分享 就是他 在国内有给就是别的艺人 制作的就是过程什么的 然后 就 就挺感动的 然后 还有就是 就是当年 就是 就 还有就是现在真的是在学校里面 就是 从事就是老师行业的同学 就他还跟我开玩笑说 说当年我们就是 怎么让老师辛苦的 现在就是反过来 就是感受老师的那份辛苦 所以就是当时聚餐的时候 就是跟 就是边跟老师聚餐 边跟就是 就虽然现场也有就是来的同学 但是就是没有到的同学 就是边视频电话 然后 氛围真的特别特别的好 就视频电话 然后就是跟同学们开玩笑啊 说那个 说当年是怎么过来的 然后 对 特别的有意思 然后 回家 就是 见到了 见到了 家人们 然后 然后 路上还送 送就是外婆回家 然后再回家的路上还看到了非常多的 对 就是让我惊喜的是就是 在小区里面就是有特别多的野猫 嗯 就 我就发现就是野猫们的就是那个状态特别的好 就让我惊讶到了 就让我惊讶到了 因为正常来说 哦 野猫就是在路边看到人会跑 嗯 因为我在手耳看到很多野猫都是会躲避就是会害怕 但是我就是在小区里面见到的野猫特别的 哦 就是他不是那种瘦瘦的是那种胖胖的状态 就说明真的是那个小区里面的人就是都对 就是大家都会对他很好 而且特别干净 就 就是好像大家都是 我就是听听妈妈说就是小区里面的人 就都有帮他清洁什么的 就虽然没有带回家 然后 就是当我路过的时候 他看到我的时候完全是就是 就这样子 翻 就是看到我的时候就是翻过来肚皮对着我 然后 就是蹭墙壁就撒娇那种的 就完全就是 就是 如果一只野猫能 就是等于说是完全放下了 就是戒心 说明真的是就是他的生活环境 就在小区里面的生活环境就是过得特别好 就还有那种就是 两只小猫 然后我就我就用手机就拍了 到时候可以分享给你们 就是我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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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特别开 我就拍他 然后没想到他就是 就是我就我就这样拍他 没想到他就这样走过来 然后 就是那个还用鼻子就是碰了一下我 我手那个地方 就是那时候特别的就心特别暖的感觉 蛮好的感受到了 然后我就不只是通过就是当年的朋友 还通过就是小区里面的这些小动物们就是有感受到特别的舒服 蛮好的 一青春确实是因为 也有很多同班同学就是已经成家了 然后也有很多同学就是现在在负责各行各业 但是就真的是很值得庆幸运的是不管怎么样 我感觉就是当年见到的这批人 嗯 我感觉是没有特别大的变化 大家都还在为生活 非常努力的在拼搏 非常努力的在拼搏 还有自己的梦想 这是我比较 嗯 庆幸的事情 因为虽然有些 可能有些朋友可能是为了生活 选择了比较稳妥的一条路 但我有跟这些朋友聊到过 他们都跟我说 就现在就是的稳妥是为了家人 就是说他等他以后还是会努力的去追自己的梦 就是说对自己的梦从来没有放弃过 就是就特别的其实欣慰 所以就是也是就是我跟你们分享这些 就也是希望各位在生活当中 就虽然就是在繁忙的生活中 会有很多辛苦的事情 但是也是不要忘了就是自己最初的梦想 对还是希望大家 就就我们现在还年轻嘛 就是还有一个可以追梦的 就是还是一个可以追梦的年纪 就不管就是不管我们年龄多大了 我们都可以拥有一个向上快乐的心态 非常的好 然后就是去了 其实在深圳待的时间特别短 而且原本我是只待半天的 但是没想到 因为天气原因 然后飞机稍微有点延误了 所以 给多了我大概五六个小时的时间 在家里面待的时间 本来是从 半天到了三分之二天 对 还蛮开心的 就是回家一趟感受到那么多 哎 回广州 对确实 确实喝早茶 早茶了 对我去喝早茶了 然后对 那就回去回去一趟 然后吃了特别多 呀好吃的点心什么的 等于说是回家一趟是充电 算是充电 对 就是 让我就是更有更多的能量 继续后面的工作 然后就是 去到了南京 然后参加了就 有 也挺有趣的这个综艺 就很开心在综艺也是认识到了很多朋友 然后还有 就是 很开心的就是 在 也挺有趣这个节目里面就是 遇到了 就 特别喜欢的就是敬腾哥 吵敬腾哥哥 对对对 因为当时 其实我在深圳的时候 因为当时因为不只是我 因为当时我们班上是 有 三到四个人都特别喜欢 就是那个节目 就是超级星光大道 就是就是我们是 大家一起追那个节目的 所以当时就是我 我就是听 就是上那个节目的时候 就是我 就是不不只是我 就是我同学也是 就是疯了一样 就是各种就是给我发 就是说他 就是多喜欢啊 然后说他自己就是也是喜欢了 十一年了 然后 然后发他就是什么 最演唱会的 还问还问我说 你去 你需要专辑 你需要的话 我把我把我有的那个专辑给给你 你去 你去跟给他要个签名 我说我不需要 我 我有 我当时就是 我有拜托粉丝帮我有要到 就是 狮子和声团的专辑 而且还是带签名的 我这不需要 对然后 对然后到了过后 还有就是不只是我 我还有就是在 私底下还有跟金腾哥 我就跟 我就跟你说我说真的 就是不只是我 我身边的很多同学 都特别特别的喜欢你 就是包括他们在 就是他上新海音乐学 就是他上的是新海音乐学院嘛 然后我说他学院里面 比赛的时候就是翻唱的都是你的歌 我还把视频给他看 特别有意思 然后 还帮 不只是帮朋友 就是我也要签名了 然后还帮 还帮朋友一起要签名 就 就让你们羡慕 就是羡慕一下 哎呀我手机壳打不开 因为当时 没有签的地方 我签到我手机壳里面了 噔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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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在用的 就是现在我在用的手机壳 再放回去 跟你们嘚瑟一下 哎你们不也一样吗 你们要我前面 还不是会跟 就我就不信你不会跟你随便的朋友 那么嘚瑟 因为之前有偶遇过粉丝 跟我要过那个签名 就是签在手 也是签在手机壳上面 就你们不也跟我一样 就是会 我就 你们绝对会跟我一样嘚瑟的 对吧 Vlog的话 现在在剪辑 在确认 因为之前上一篇本来 准备要发的是 就是我在电视台拍的那个 但是电视台拍的会比较麻烦一点 要确认的比较多 所以 没办法只能 再稍微等一会儿 不只是公司得确认 不只是公司得确认 还得跟电视台那边确认 所以 可不可以稍微耐心一点 我也挺急的 其实 我也一直挺急的 好 手机壳也是 送的 送的 俊辉 不是我定制的 是 那边送的 谢谢 谢谢 嗯 其实后面 就是包括我在 因为 就是也 因为之前 其实来日本巡演的时候 拍过挺多Vlog的 就是有想 因为就是怕一直拍重复的 就没意思嘛 就是有拍一些不一样的 然后 也没有特别不一样了 就 就只是简单的 我来这边去 去的一些 就是简单的生活 去吃饭的那些东西 然后还有 然后 回深圳的时候有拍一点 嗯 就拍了点 就是生活向的东西 工作的话 工作的时候没办法拍Vlog了 因为 一直得拍那个 综艺 但 嗯 但其实南京还挺多 有意思的事情的 你像宗泽哥也好 然后 敬腾哥也好 还有家园 就三个人都特别特别的好 就 就当时都 就很快就打成了一片 都特别的 而且当时其实我 就是 我是属于比较需要一点 就是 嗯 适应的性格 然后当时我是 刚到现场的时候 我是 当时我是看着前面的 然后没想到 敬腾哥是从我 后面这样走过来 然后 突然拍了一下我 然后跟我握手说 哎 你好 我就当时就是 呼吸震 呼吸暂停 没感觉对 然后 对说又说粤语 就 节目内容我就不跟你们说了 跟宗泽哥也是 就是有 就是聊天什么的 就是聊了特别 跟家园也是 就是聊了特别多 嗯 有意思的事情 嗯 也没有那么设恐啊 就必 就 就没有没有那么设恐 就 就只不过是就是需要 一点点时间 嗯 不算设恐 我这哪是设恐 我这算 我算半个设牛了 没到设 虽然没到设牛的成分 设阳吧 对 设阳的程度我大概是 反正就是更多的内容 我就就没办法跟你们说了 然后综艺里面发生的事情 就是等到时候播出的话 大家等播出完过后 我再跟你们聊聊 因为 不一定会把所有那个 有意思 有意思的事情都剪辑进去嘛 然后 然后我就到时候 要是没有剪进去的 中间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TMI 我就一点一点分享给你们 去南京的话 有吃特别多 好吃的东西 哈哈 因为当时经纪人就跟我说说 你来南京你必须得品尝一下 就是 南京的美食 因为当时呢 就是说南京有一句 有一句就是开玩笑的话 说那个就没有一 没有一只鸭是可以 那个 逃 飞出南京的 是吗 是有这句话吗 所以当时就我找 找图片给你们看 就是当时我在 嗯 那边有 吃特别多的 好吃的东西 翻给你们看 就当时在代替市里面 就是跟好几个工作人员一起 咻 就是细看的话就是比如说 鸭血粉丝 还有就 特别多的就是跟鸭肉有关的料理 还有 别急我等以后 节目播出来过后 会一点一点发的 就是 我就不能提前剧透是吧 但这个不算 这个是我 就是日常的 然后 然后 不能说了 再说我又要流口水了 然后当然我在 其实我在南京的时候 也去吃螺蛳粉 对 当时就被吐槽了 就说你来 南京 为什么要去吃螺蛳粉 你不应该 去吃那个鸭血粉丝的吗 对 但是我其实有 两天都有吃鸭血粉丝 然后 中间还吃了一次螺蛳粉 就 因为我特别喜欢就是螺蛳粉加 加那个笋嘛 然后 我点的时候是这样的 我说 螺蛳粉帮我加笋 它确实帮我加了 加的特别的时辰 但是我是没想到啊 就是 那么多的螺蛳粉 就是 这么多都是笋 对 虽然我特别爱吃笋 但就等于说是就是 我一口下去 就是比起 那个螺蛳粉笋的分量更多 但我是吃的是特别的 特别的舒服 那时候 对特别的时辰 而且里面还有那个就是 那个 就是卤的那种 就是那个 鸡爪 还有那个什么香肠 还有什么 蛋什么的 然后 因为我这笋就特别好吃嘛 我就说 那就帮我就是 完了 想吃了 不行 然后回南京 就是还有吃那个抽豆腐 对 老板挂好人的 开心了 但是我是真的是吃开心了 不行点个外卖嘛 但这也点不到螺蛳粉啊 你说虽然就是 我之前我是觉得那个 我买的那种带装的 我自己煮 然后加料 我是觉得已经很好吃了 但是我 我发现 就是怎么加料 都没有那个线下吃好吃 然后就是 就是经纪人还跟我说 说那个 说你在就是 说你在那个 南京 就是说去柳州吃的话 会比这边好吃 更多 被我就想 哇我在南京吃的螺蛳粉 都已经比我在那个 国外就是 用带装的煮 好吃那么多了 那我去那边 去柳州 比这个更好吃 那是多好吃 就完全真的是 把我的那个 把我的就是食欲给 勾搭起来了 广西啊 啥时候有机会去呢 我要是到时候 真的是做 能做那种 自制的那种 就是国内的旅行综艺的话 我真的就是 得把我就是想吃的 那个各个地区的美食 一点点全拍了 对 因为我以前特别想做那种 就是 美食综艺 就是我说那个 因为之前我刚来首尔的时候 就呼吸友给我看那个 是叫白宗元老师吗 就是那个 就他有拍特别多 就是中国的美食 就介绍 介绍在国外介绍中国的美食 我就想 这不行啊 这我身为一个中国人 那我不得 就是 把咱故乡的美食 就 就我给拍下来 然后给在国外多介绍介绍 是不是 不行 以后有机会的话 哈哈哈 对 有机会的话 当然得就是 通过综艺的方式 我得让他们 臣服在 我们的美食之下 哈哈哈 太多好吃的了 你像热干面也是 像小时候 就是 你就包括我的时候 就是经常给朋友们推荐的那个 兰州 称面也是 你就去本地吃的话 比较好吃多了 然后还有当时去吃那个就是那个 烤 就是烤 烤全羊 就以前吃过一次 大晚上呢 不许 越吃越饿了 不许 不说了 哈哈哈 说的都是累 当时就是录制的时候 就是录制之前 已经有很多同学过来跟我说 就是真的是 你就说就是 宗泽哥和静腾哥在深圳的影响力是多大 好多朋友就是那个 就是给我微信跟我说 哇 你跟他们录综艺 就完全就是不在意我回来这件事情 在意的是就是 我跟肖金腾哥哥 还有宗泽哥哥录综艺的这件事情 就是没人在意我 你知道吗 他说你居然跟他们录综艺 你这不得替我去要个签名什么的 全是这样子的 哈哈哈 对 继续努力吧 我努力 OK 但还是就是还是有 就是就是有 就是当时同学的孩子 就是 就当时我跟老师视频的时候 就跟同学聚在一起视频的时候 他跟我视频通话 就他说他家小孩会跳 会跳到孙悟空了 然后还跳给我看 对同伴同学 就是已经有孩子了 还就是还跳孙悟空给我看 你知道吗 视频电话 就是一个小孩子那跳孙悟空 我就当时 哈哈哈 哦 就是当时那个 哦 哦 哇哦 就是 太感谢了 嗯 因为当时同班同学 就是很多是有学现代舞的 就有基础 就 就是跟我 就是我当时很庆幸 就是很欣慰的 就是还有班上的同学 就是做现代舞老师 然后就当时就 就他跟我开玩笑说 就他说 就是我用他的口气就说 你知道我们班上的女生吗 就 没那么夸张 就 就深圳的那个就是 就是那个口气就是 就是 就当时你知道我 他就跟我开玩笑 我就学他他说 当时你知道我去上课的时候 然后 当时我们学生就是 就就就 就对我就特别转 你知道吧 就跟我说 就老师你是不高的吗 然后 然后他说 哦对 那你是不高的 你肯定就知道文俊辉吧 然后 因为我 我那个朋友 他的性格就是 特别的特别好 就特别有意思那种 他说 我是不高的 为什么为什么要认识文俊辉 你是不高的 居然不认识文俊辉 然后他说 他说 就是他说 他说 对啊 我为什么要认识文俊辉 我不只是不高的 我还跟他是同班的 我还天天跟他一起上 上下课呢 然后 然后当时就是他的同学 就是被他逗的就是 就是 你套路我 就是那种感觉 嗯 然后 就 也是特别感动 因为他跟我说 嗯 就是他的学生 也有因为 就是我们 就是因为 就是组合的原因 就是感受到 就是说 因为 也都 大家都是跳舞的人嘛 就是感觉我们 特别的拼搏 说因为我们有感受到 就是感受到那份力 然后现在 说成绩也特别的好 然后 就是 也是在努力的在 就是 舞蹈这个行业 有在努力着 然后 我也特别开心 然后 对 挺热血的 我发现我身边 身边的朋友们都特别热血 然后 对 就 就可能真的就是 就是相 就是有句就是 比较 稍微那样的话 就是身边 就只有是相同气场的人 才会聚在一起嘛 嗯 然后感觉身边的人 都特别的 热血 开心 特别开心 听到了特别多 让我感动的事情 小温暖 嗯 就是一点一滴 也让我 其实说实话 就不只是 就是 虽然说是因为 就是他跟我说 因为我们让他们 有了更多的动力 去就是 依靠也好 在自己的梦想上 去追追求自己的梦想也好 但其实反过来就是 身为 就是以我的立场来说的话 当我听到 就是身边有那么多的人 呃 我们只是做了一点 微不足道的事情 因为 可能就是 因为真的就像 就像 就是就是像我之前前说 其实有说过 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 你才变得强大的 是因为你们原本就有着一份 可以变强大的内心 你们有原本就是 有着那个潜质 我们只不过是就是 一起就是追梦的那个 追梦人 所以就是 互相感染 就是 可能因为我们 让你们有了一点动力 但反过来我们也是因为 你们才有的动力 真的是回去充电的 去南京的时候有下雨吗 有 真有下雨 就第一天录制完过后 然后当天晚上就下了点 下了点小雨 就其实还蛮担心第二天的 但是没想到第二天天气还蛮好的 因为第一天其实特别的热 当时的天气特别的就是 太阳特别的强烈 就现场不只是我们 还有就是 特别多来现场的粉丝们 就对 其实我一直就挺担心的 就不只是在机场也好 还是在现场也好 我是希望大家注意安全 因为 就 就是 虽然就是 确实是感受到了你们的那份爱 因为 就你们是因为那份爱才来见我们的 但还是注意安全了 对 就是大家是在 保证自己 安全的情况下来 就 就我们其实真的是有接受到你们那份爱 就是真的很谢谢你们 然后当时其实我们在录制的时候 录制现场的工作人员也有 就是一直有 我在 我在那个待机室的时候一直有跟我说 说就是 外面你们的就是你们是怎样的状况 然后 就很感动 谢谢你们 然后 但是真的是注意安全 对 我们 安全是最重要的 对 嗯 嗯 然后 对对对对刚才说跑题了 然后第二天 就是 比较 稍微 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 就是刚刚好 就那个草坪也 后来就是到了下午 也 就是 也变干了 然后 哦 氛围特别好 天气也特别好 就是有点小微风 嗯 特别的好 你看我第一天其实 就是我第一天录完过后第二天 就是那个 回房间一看 哎呦 就不用被黑了 已经晒黑了 啊 潮汕牛肉火锅 你别说 我回深圳 我上一次回深圳 深圳的时候有去吃 有那 我知道一家特别地道的 特别好吃的 就在那个 就在那个 大芬附近有一家 特别地道的 好吃的地方 我跟朋友去吃 但这次没去成 哎 下次的话 我就必须得去了 但是晚上的时候 还是有个朋友 就是在深圳 有去吃那个 有去吃大排档 哈哈哈 变化太大了 就 家 附近有好多 就是以前我知道 好吃的店 都已经变了 然后 完全是 跟着朋友 就是去周围的 去周围就是 吃的那个 大排档 然后就晚上吃了 就是铁板 就什么铁板牛肉 铁板 就铁板 铁板类的料理 还有特别多 那个烧烤什么的 嗯 吃的特别开心 哈哈哈 YES 下次来朝圣晚吗 可以 有机会的话 我 我就是真的是 旅 你说那个旅游 我特别想在国内 就是好好的就转一圈旅游 因为国内真的有太多地方 虽然我很多地方都去过 但小时候都是因为工作的原因 才去的 所以 都没有好好领略 就是 就是 家乡的一些美景 太多地方 真的太美了 山东吗 山东 那我到时候 去的时候得 就是 就是 让你们就是 多给我 建议一些 就是 好的地方 冰粉吗 是那个 就是那个 我当时在那个 我在 那个 美国的 那个中国火锅店 哈哈哈 有去吃 对 我当时我就开玩笑 我还说 我真的是把那个 全世界的 那个 在全世界 有的那个 China Town 里面的那个 那个火锅店我好像都转了一圈的感觉 就打卡了全世界的那个 中国菜 哈哈哈 它真的都特别好吃 嗯 哎 就没办法 虽然 虽然你说我 我是 全世界的美食 我都喜欢 那 再怎么说也是 从小 吃家乡菜 长大的 就还是一个中国味嘛 哈哈 青岛 好地方 浙江 可以 肠粉 哎呀 肠粉 这一次也没吃成 可惜了 但其实我在 就是公司有点到肠粉 因为最近我突然发现公司就是附近有一家 就是肠粉还挺正宗的 就是不 不只有肠粉 还有还有那个就是 那个 烧 烧鸭 做的挺正宗的 欣慰 能在国外发扬 咱们家乡的美食 棒棒棒的 豆汁吗 你跟我说 我当年在 我当年在北京的时候 我都喝不下 你让我现在还喝 哈哈 但我是挺想再去那个 我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 就是蓝锣鼓巷不是有一个那个炸鸡排吗 就是那个流口水了 就是有一个那个就是 特别实际 就是那么 就特别大的那个炸鸡排 蓝锣鼓巷有 我就 我就当时在那个 去蓝锣鼓巷的时候 我每去一次我就吃一次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啊 就是有在那边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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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帮我去看一看 还在不在啊 刀削面啊 刀削面的真的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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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全吃的 跑题了 停 大晚上的你就吃了 一是消化不良 对身体不好 二是这点太容易肥了 厦门 泉州 苏州 你就是要我给你念一下 就是把国内的各个地方全念一次嘛 澳门 中山 广州 佛山 江西 天津 西安 内蒙古 烟台 四川 南 辽宁 洛阳 笨 你们是在跟我练那个 对这个是吧 然后别到时候真的就我我我我你信不信我真的带拿去就是安排那个韩国成员给他们让他们考试啊 一个个把当年就是被那个成被那个省份的那个作业再给我抓回来 诶 考试一个个考 诶当年真的是一个个考 就是那时候我记得是就是过年的时候就是在代表家就是就让他们被被中国省份一个个考 我都是当年那个中考的时候还背过这个就就是让他们体会一下我中考的时候对 中考的时候背过的那个那个就是那个那个那个回忆东莞 哎 东莞我还去东莞拍过戏呢 小的时候 河南 河南 河原 浙江 浙江 哎我要说过了 三亚 山西 昆明 台州 大连 你们是在那个开封 你们是在就是报自己的那个老家吗 张家界 徐州 继续报 没事 让我看看就是都有哪人啊 来来来来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全报一遍 珠海 刚才没读到过 桂林米粉 桂林米粉不是地方 是我喜欢的一个私心的一个 食物 景州 景州没去过 梁山 大石桥 保定 好多地方我都没去过 吉林 仁俊那时候 回韩国的时候 还跟我讲了他回吉林的事情 他说就是 就是说吉林 跟我一样 就是你像我那么多年没回去 我回深圳也是 就是两眼一抹黑 啥也不知道 就当年好多我知道的地方都不一样了 他说他也是 我慢慢背是吧 OK 何元 金华 惠东 无锡 无锡 独家童话那个时候 好地方 当时就是休息的时候 还有去吃那个醉虾 醉蟹 还有那个不是醉虾 是醉蟹 醉蟹 还有就是在那个 就有一条那个小河边上 就是可以喝那个 喝点那个小茶 吃点那个就是 瓜果类的 我当时就是我回来过后我就跟对我说我说就是以后就是推荐你们去那个地方 就太舒服了 就特别是那个太阳下山的时候那个美景 就看着那个小船过去 好地方 南通 安徽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读虫的啊 不说了 你就说一个地方的地方 说一个那个地方后面带一个地方那个本地的那个美食 你就 大晚上呢我就受不了了 佛山 不说了不说了 佛山 佛山 我当时拍《夜问前传》的时候是在佛山吗 我记得好像是啊 不记得了 太久了 江山 国内真的太多有好玩的地方了 地锅鸡 你们真的是 这说起来兴奋了是吧 说兴奋了是吧 我回国吃的最多的 跟你们说的是什么啊 就是有些时候没办法回去就是工作的话 吃的最多的就是黄门鸡螺丝粉臭豆腐 黄门鸡那是必须得吃 哇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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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肩膀吗哎肩膀没问题肩膀是因为那个我做这个动作的员是为了那个开肩就是 就是如果 就是你们身边有健身的朋友知道的话 就是算是热身 别 你们继续 椰子鸡 椰子鸡也是好久没有回去 不是不是不是 我这又不是美食博主 你这搞的我 就是现在跟那个 就是包菜鸣一样 我现在也没有在吃东西啊 虽然啊 虽然我现在就是手机下面垫了两个 就是垫了两个那个火鸡面 一个是那个 原味火鸡面 一个是那个 就是那个粉红色 那个叫啥火鸡面来着 就是那个 稍微没那么辣 别这样对我啊 别踢吃的了 凉皮 别踢了 饿了 真的饿了 再这样的话我就 赶时间快点下播洗澡 睡一觉 然后起来吃饭了 喝水冲 喝水冲击 确实是喝水冲击 沙 什么沙锅 不沙锅 不吃了 我们聊点别的 聊点别的 不要吃的 想想还有什么聊的 不化 不化冰充击了 这个嘛 这个是那个 开瓶器 开水的 今天生日吗 祝你生日快乐 鼓掌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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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戏吗 游戏还没玩 因为就 真的是 就是上一次跟你们提 游戏的时候 就是结束完过后 然后就是各种飞 飞来飞去 还有 就是 还有 其实我们就 就是在 大家 就是我们就是 一边在录制的情况下 一边在准备很多东西 所以反正到时候 大家都会知道的 哼哼哼 哼哼 YES 就准备了很多东西 我这不算剧头 我只是跟你们说 我有在准备东西 但我也没说 我们在准备什么 所以 信仰吗 想知道吗 想知道啊 不告诉你 诶 主打的就是一个 让你们 知道我想说什么 但又不知道 我想说什么 诶 想半天 好像知道 我说了什么 但是听了半天 好像又没有 知道什么 诶 有点绕 是吧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废话文学 完全就是废话文学 听君一席话 别听我 别听我一席话了 刚才说的全废话 怎么可以这样呢 你觉得 可不可以这样 就是你觉得 可以这样的 可能是我觉得 不可以这样的 我觉得不可以这样的 可能是你觉得 可以这样的 就像我现在 跟你讲了 一分钟的 东西 就等于说 你的生命中 就是过了60秒 就像我每喝 每喝一口水 诶 这个瓶子里面的水 就少了一口 师傅 别念经了 对 我就是在给你们念经 给你们绕 绕着绕着 你就绕进去了 你别说 你还真别说 对吧 对 唐僧 OK 主打一个就是 就是 虽然我们的主打歌曲 是孙悟空 但我们就不是孙悟空 但我的角色 就是立了个 不是孙悟空的人设 诶 主播女人还怪好的 知道 但我没说 和宗泽哥 啥来着 有没有学到广东话 当时微博直播的时候 你也看到 就是说了特别多的 那个绕口令什么的 但是我是感觉 还是得练 虽然稍微比以前好 那么一点点 好一点点 但 没有恢复到当年的巅峰状态 对 非常塑料的广东话 别让我讲了 上次上次就跟你讲了一点了 就 还不是就是 就是就那几句讲来讲去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 是吗 是说的 我没有多 讲四川话 讲什么 这些 你让我讲四川话 四川话我也讲不好 就小时候老听外婆跟妈妈讲 就我也没讲过 嗯 四川话 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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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也不好 就是 懂得一些 就是那个吊吊 讲不好 也不是四川 是重庆话 对我听了 重庆跟四川应该差不多吧 我记得 我当时因为好奇 我还搜过就是那个 四川跟重庆的那个历史 详细的我也不记得了 但是四川跟重庆 好像就是 还挺 就有句 俗话四川重庆不分家吗 别跟我提那个鬼交鼠片了 你跟我一提我又流口水了 别火锅了 哎呦喂 这口水 哗啦啦的吓 黄刚 你看到黄刚就让我想起了当年上学的时候被支配的恐惧 我想到黄刚我就只能想到的就是试题 我真的就只能想到那个试题 我真的就只能想到那个试题 就是各种那个试卷 就是各种 太吓人了 牛肉粉 祝你高考顺利吗 哦对 现在快高考了 我当时还给学校拍了那个高考的那个视频 就现在快高考了 希望各位考生能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 我就给你 我就不祝福什么大道理了 就跟你们说一些基础的 就是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 然后考试之前 前一天就是整理好自己的准考证 然后准准备好自己的文具 不要有漏的 就就宁愿多带一份文具 就是宁愿多带也不要少带 然后记得考完过后 检查好自己的考题 还有自己的姓名 不要漏姓名啦 不要漏学号啦 这太重要了这些东西 对 准考证不要忘了 真的不要忘 千万不要忘准考证 准考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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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不要带错文具了 嗯 好好答题 好好 就是考完了也不要放松 哎 剩了一点时间了 就是不要说 就剩一点时间 我就 我就那个放松心态了 再检查一遍 哎 就当年就是听老师说的 一分 的差异那是特别大的 就咱们就是 努力做好 嗯 相信你们可以的 加油 就等着你们高考结束过后 跟我分享 跟我分享你们未来的大学生活和你们的高考了 嗯 还有你们的就是 的那些小经历了 哎 我在这等着你们跟我分享啊 好好加油 你们得好好加油是吧 对 好好加油才能 才能跟我有一个那个 才能跟我聊 聊更多的事情是吧 哈哈 不悔就行 咱们努力 最喜欢的小动物吗 就是 你是说那也挺有趣的时候吗 但但我现在还不能跟你去透 但当时确实是看到了特别多小动物 嗯 很多小动物都特别可爱 就我是没有办法就是分出哪个是最爱啊 但是我比较不爱 哈哈 就小动物都特别的可爱 太听话了 看到萨摩耶了吗 对 看到萨摩耶了 因为我真的是没有尝试过就带中型犬 对 小时候在家的时候就家里面养的都是小型犬 然后就真的是学了很多有趣的知识 等到说播了跟你们讲 哎 不能去透 现在就是没讲一句话都是剧透 虽然没有三亿警告 但我还是害怕的 就每跟你们多讲一句话 我的钱包离失去三亿就更接近了一点 哎 每跟你们少讲一句话 我的钱包里面就离 就是减少三亿就远了一点 所以你是说我是跟你们多讲一句话呢 还是少讲一句话呢 就是为了这个三亿跟我远一点近一点的距离 我还是等到到时候播出来过后 我再跟你们讲吧 虽然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得懂 但是我不管你们有没有听懂 反正我是讲对了我也听懂了对 不好意思 废话文学有点多啊 师傅别念经了 OK不念了 头疼吗 陈哲远吗 陈哲远也是好久没见了 因为其实最后一次跟他见的时候是在 我们当时是有一次在日本 就疫情前在日本粉丝见面会还是演唱会的时候 其实在酒店我跟他见过一次 当时就还有自拍 但是后来就是没发出来 然后然后对我就当时我还见他我还说 哎当时我们的那个照片还找得到吗 我换手机了找不到了 老朋友老乡 挺好的 就回趟家见那么多朋友 黄广亨吗 饭哒子吗 对还说那个就是 就是我就一直有约说那个 回去过后就是一起吃饭 然后肖骏还一直跟我说那个 想去就是一起去那个就是 就是想去空耳还有那个想去那个一起去按摩什么的 我说 我说你得等你得你得等好长一段时间了 就是我这段时间真的是一直在海外 然后就没长时间 哎周瑞吃的牛蛙吗 哇哦我这次没有回上海 我真的是真的之前从来没有吃过牛蛙 怎么又是吃的 哦 当时回去上海的时候 就真的是第一次吃牛蛙 是周瑞给我推荐的 哇哦 我到时候去上海的时候 得找他要一下那个 不知道那家店还在不在啊 当时那个真的是 吃完过后有点难忘 哎人以食为天你说的对 嗯 咱们一辈子衣食住行是吧 就是吃饭的时间是大部分 你就说 睡觉的时间也是大部分 所以就是 啊对 身边有真的特别多的朋友 都是说那个就是在 在吃上面还有在那个睡 就是在床上面 就是投 投资的特别多 因为 对嘛 奶茶好喝吗 奶茶是工作人员帮我点的 然后帮我点的是烧糖 特别的好喝 我都特别害怕 你说我回汤 回汤国 我就特别怕变胖了 我这还得 还得就是 控制呢对吧 但没事 吃多点 练多点 大不了 吃完过后我 去 就 举铁 举多 举多一个小时 跑步 跑多一个小时 你说是吧 不是胖 就是 就是 就得保持 就身体状态嘛 嗯 就对吧 就 就别说我干瘦 我这体重还在呢 对 就 咱也不是干瘦是吧 肌肉量还在的 不许说瘦啊 我就不服了啊 肌肉还在呢 虽然没有说到那么大 对 但我只是体质量低 肌肉量是在的 咱们是健康的方式在减肥 健康的 你就光我这今天我吃了多少东西 我说出来你都不信 看看腹肌对吧 看了 我不知道你又没有看到 但是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有可能是你看到了 我看到了 也有可能是你没看到 你没看到 可能是我看到了 你没看到了 可能也是我没看到 但其实是我看到了 就像你刚才说了 看看腹肌一样 就是你说的看看腹肌呢 我不知道是我看看腹肌 还是你看看腹肌 那是我理解的了 话多前面啊 不好意思啊 又废话文学了 你走 我走 好 我走 拜拜 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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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当真 都开玩笑的 大家都在对 大家都别当真 人际关系 等等等等 你们好快呀 人际关系处理很困难 有什么意见吗 怎么说呢 其实我也是一个在学习的过程 就不能说说我的人际关系处理的有多好 只能说我们互相分享 就是分享一下我给你的一些小小小小建议 但我是觉得 因为我是属于就是 因为我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算是一个比较有安全距离的类型 就特别是我刚来韩国那会儿我特别的我是属于比较有安全距离的类型就会有一股就会会给人一种有股强的感觉所以包括公司的职员也好代表也好经常都是给我我就是见到我的时候都会跟我说就是特别想知道我内心想的是什么就是说希望就是跟我就是吃饭 然后就聊聊聊我到底心里想的是什么 但我不能说这不是一个不好的方式啊 但是这种方式好的地方是可以保护到自我不好的方式是可能因为这个过度的保护自我会错失一些可以敞开心扉 就是交到真心朋友的一个机会会错失这种机会 所以就是后来就是出道从另一生开始到出道过后一直我是在努力有改 就是尽量让自己就是就因为我只能我不能说就是一次性就是改变我的内心吗 因为就是说实话真的改变性格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我可能最就只能是从一些表象然后去影响我自己内心就是所谓的强迫就对 最简单的一点就是让我自己的话稍微变多一点因为很多人都是说想就因为我就是得到了反馈嘛就是跟我说想知道我到底想的是什么那我当然就是得 多说嗯多说嗯多去跟他们聊天表达自己的内心 然后我觉得人际关系上面我觉得人际关系所谓的处理因为我只是我的一些个人小意见啊就是我觉得最佳的处理方式不是说你去 强求什么东西而是我是觉得共敏感就是一个共敏感就比如说嗯 就是所谓的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嗯 你得有一个你想跟一个人就是有共同话题那你起码得知道就是这个人他喜欢的是什么就是他从事的行业是什么不可能说一个就是不同行业的人能在就也不一定啊 但是我是觉得牛头不对马嘴的话确实是很难有共敏感嗯 而且对确实也是就是舒服就好嗯 没有必要强迫自己真的是要去处理但是有些时候是没有办法必须得社交嘛 那这样的话那你就是比起什么就是说一些就是大空花就比如说就是那些就是有的没的就是比如说就就就就说的简单点就是我把我的一些就是我们接触到的专业知识跟你们聊的话那这样的很难很难聊啊 那我还不如就是就说的简单点的就是所谓的聊一些就是废话嗯 这样子反而就是和就是我是觉得能更快的清静起来因为这是也是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的我不可能跟你一见面就跟你聊专业上面的东西 就你就当然当然就是我在拍戏的时候如果是见到演员的话我就跟演员之间我们聊戏的话那当然是可以的那那我太喜欢了我跟聊戏的话一聊就小嘴就是对真的小嘴巴巴的我一聊戏就是那是聊一晚上聊各自的想法聊什么作品啊什么都能聊 但是我是觉得呃不如就是从生活开始聊一聊就是喜欢的饮食或者是通过对方的穿着去判断对方喜欢的喜欢的东西嗯 嗯就比如说戴了手表的话你可以跟他聊聊手表啊就虽然就是你就像我我虽然也是对手表是不感兴趣的人但是你可以去问就比如说就经常就是就比如说见到朋友戴手表我就会问哎就虽然我现在还没有戴手表但是未来有一天可能我也会就是想拥有我自己就是人生中的一块手表我会取经嗯 嗯因为你跟对方聊对方了解的事情的话十ój说是多了有很多话题嘛嗯对所以你像很多那个就是来牵手的时候问我问我就是怎样才能快速和成员清起来的方法我一般都是说你就很自然而然说你心里面的事情就好了 确实是很就是 就包括因为我们成员 其实没有特别多那种东西 就其实很简单 你想打开他们的画夹子 你就问他们感兴趣的东西就好了 你问吴鸡你就问他 可以跟他探讨一些 就是作曲方面的东西 健身方面的东西 特别是健身方面的东西 你要是跟他说你说 我最近是想开始运动了 你就问他 我应该怎样开始 就是我在健身的情况下 应该注意些什么东西 你心里他能跟你 真的是能跟你就是聊到 聊到你 就是跟你聊天聊到 就是你不想聊了 还跟你聊那种的 但不要强迫自己了 因为我是觉得舒服就好 因为我们的人生 我们自己做主 虽然有些时候确实是 不可避免的 需要一些社交的东西 但还是不要强迫自己 怎么集中注意力吗 这个问题我倒是没想过 因为每个人其实 在自己的 就把自己的注意力放的重点 其实不太一样 你就说可能就是在某些情况下 你就是看我可能会觉得我的注意力没那么集中 但是你就是像是在说你说是在练习唱歌 或者是练习舞蹈的情况下 对我们感受不到时间 那个瞬间是非常的注意力集中的 所以我是觉得注意力的话 一是我是觉得你是想在某件事情上 有百分之百的专注力和注意力的话 我觉得你得首先爱上这个事情 不能就是你得真的是从内而外的去喜欢这件事情 你才自然而然的有专注力和 第二点就是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要学会适当的释放压力 因为你像我当时练习生的时候 确实是会给自己百分之两百到百分之三 就是很多压力 但反而我是发现就是出道过后 反而进步的比出道前更快 因为出道过后接触的环境更多了 接触的舞台也更多了 会有很多的途径让我去释放压力 而不是像练习生时期那样 就是真的是就是每天每天只能是那个 宿舍练习室路上三点一线 看到我军训的照片了 但也还好 起码我军训的军训的照片是留了一张那个合照是吧 对 我当时都慌了 你知道我因为我们当时都没有收到那张照片 我是没想到学校居然还留有那张照片 挺好的 库斯哥吗 库斯哥对 就是身体不太舒服 因为我们我其实就是在 首尔就飞日本的时候 在路上就是他就是已经有点 状态不太好了 因为确实因为我也是 在国外尝试过感冒的时候坐飞机 但是在就结束完过后 然后他他在那个群里面还跟我们说就是跟我们道歉不好意思什么的 就是其实我觉得他就是真的是对特别的爱大家 那就我们大家一起就是希望他快点康复然后回到舞台 没事没事没事因为就是庆幸的是就在首尔的时候就是就是哥就是在稍微身体有点不舒服的时候立刻就去医院了然后去医院就是有检查完就还好 还好就是就是只是小感冒 但真的确实感冒的时候坐飞机对身体不好 所以大家也是最近得多注意不要因为夏天就开空调 得多注意身体 然后赶飞机什么的时候真的是注意身体健康 我们的库斯哥特别喜欢大家赞扬他所以他回归的时候大家多多夸夸他在reverse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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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就是不要问太多生病的事情比起生命的事情你多夸夸他他会更开心 对 就是他是一个很可爱的哥哥对在就是我们在见面会的时候都夸夸他就嘴上可能会说的就是就是就是什么脸红啊不要夸什么的心里面是开心的他对多夸夸他 嗯照顾好自己吗放心就我对一直就是我运动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让自己有一个更更就是更更就是更铁打的身体能和你们多见面 是吧对放心我在录节目我在回国录节目那段时间其实从中间也也有去酒店的那个健身房里面有去就是就是就不是不是为了什么就真的是为了保持身体健康 对大家也是真的是要多注意身体健康就是就是包括我一直有提的就是你在就是喜欢我们的同时真的是要注意安全对就我会尽我的可能就是有更多的曝光有更多的机会让你们看到我们 但是在这个同时我也希望大家真的是注意安全对因为不只是为了身边的人也好就是为了更多的是为了我们自己 嗯就咱们时间还特别长就不急真的不急我还有很多很多时间可以回去就是多展现给你们看对我的很多真的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对对理智一些相信你相信你们是最棒的就是你们能做好的你看那天就是就是包括我在录制的时候挺感动的就是我说因为当时是在收音就没办法就是我就跟大家说这样子就是你们都有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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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没有没有特别就是没有在那个发声音我就特别的感动就是谢谢你们 嗯真特别人就自豪因为就当时现场的就是导演也给我反馈说说说说说特别棒就不就是你就是粉丝就是也是特别的支持就是现场的那个嗯谢谢你们对 會見面的 會見面的 我們播了一個小時13分鐘了 對 再播一會吧 然後我也是過一會也得去 卸個妝洗個澡 明天還有行程 因為明天會比今天稍微再早一點 剛才有看到工作特別累怎麼辦 我是覺得不管是工作也好還是學習也好 都是需要一個釋放壓力的 不是我的手機啊 就是需要一個釋放的途徑 因為其實不管是唱歌也好跳舞也好 還是拍戲也好 我是喜歡的 對 這是我喜歡的職業 所以可能我相對於別的工作的人來說 我會幸福很多 因為我是在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幸福感會比較高 所以就是在大家在工作的時候 如果是感覺到有壓力的話 我推薦大家可以找一些小愛好 你就像我身邊的成員 就是不管是 就是平時一些業餘生活 都是為了自己有一些 不光是為了解放壓力還是為了充電 因為通過這些愛好 能讓自己就是 能讓自己的這個行業變得更豐富 更有層次 那大家在工作的同時 我想想啊 能有什麼簡單一點的 其實特別想推薦大家一起健身的 因為對身體也好 但太忙了 就有些時候很多時候是因為真的是太忙 不實際 但還是想推薦你們健身了 因為確實可以 一是對身體好 二是釋放壓力 就沒必要像我們一樣健身那麼多 就一個星期兩三次 開頭肯定會痛苦啊 萬事開頭難嘛 但我 你像我們這樣子 開始過後其實還行 因為通過健身 你能認識到很多健身上面的朋友 健身方面的朋友 就可以擴大你的朋友圈 而且你在健身的同時 也能釋放自己的壓力 讓自己身體變得更健康 對 適當健身啊 我說的是 我再想想 還有沒有別的就是 好一點的方法 看小說 稍微看一下 因為我最近其實也看的特別少 因為 婉拒了 不好意思啊 因為不一定是所有人都喜歡運動 我知道 我知道 看小說 看點 就是隨便 看什麼都行 反正咱們是為了釋放壓力是吧 又不是為了就是 對 生活已經那麼苦了 對 看看劇 看點小綜藝 對 生活已經那麼苦了 那我們 就你說 我們的很多其實綜藝也好 劇也好 還有舞台也好 其實就是為了讓你們在 繁忙的工作中 有一點釋放壓力的小途徑 所以 可以 如果能通過我們 讓你們有一點小釋放 我是覺得特別的開心 但適當啊 不要過量 適當就好 對 像我最近也是 我一直沒有開始玩遊戲 是因為什麼 就是怕 就是怕一開始就 停不下來 對吧 最近小說也看得少了 我大部分時間都是在比如說像 化妝的時間 轉場的時間 或者是在飛機上的時候 對 上廁所的時候 所以工作繁忙的話 其實可以在 中間午休的時間 或者是在上廁所的時間 稍微看一點 想想看 還有啥 我努力點讓你們多看點我的舞台 OK 舞台短短 稍微短一點吧 就 你就說就三到五分鐘 開個舞台 讓你們轉換一下心情 看勾引也行 但適量啊 做什麼事情都要適量 我們還是要 把日常生活中的學習和工作做好了 再做這些啊 我給你們推薦的都是 釋放壓力的過程 不是讓你們主要去做的事情啊 在健身房的故事嗎 健身房的故事特別多啊 因為健身房裡面特別多 就是吃同道合的朋友 就是大家都是 就是來健身房 我們就不聊別的了 就是光就聊的 都是健身方面的東西 就是 就像我剛才跟你說的 就都有共同話題 才能快速的建立起 我們的人際關係 所以健身房也是一個很好的 能認識很多朋友的地方 來吧 我們一起運動吧 說的好像我在 我在給你們推薦 就打廣告一樣 別別別 就每個人的興趣愛好不一樣 我只是推薦了一個 給你們稍微健康一點的 釋放壓力的方法 你要是覺得有壓力的話 你想婉拒的話 OK可以婉拒 婉拒就婉拒 不強迫你 討厭運動 我以前也討厭運動 但我這不是沒辦法嗎 就是需要這個東西嗎 對吧 小的時候也是因為學武術 還是也是因為那個 就是 想長大過後演多點武打片 所以才開始去練武術的 之前小的時候學籃球 還不是因為中考的時候 誒 要考上籃 健身還不是因為我為了讓我的那個舞台生涯 能更 維持得久一點 然後讓我的 形體 在舞台上更好看一點 對吧 需要的 有些時候是需要的 你說你討厭 只是說明你還沒有開始 你說不定 開始完口就停不下來了 就真香了 對不對 嗯 好了 那 也現在這邊11點半了 然後 現在我去洗個澡 洗個妝 也差不多12點了 因為 明天也要早期得彩排 然後 在舞台的妝 也得給你們帶來一個好一點的狀態 是不是 我再磨蹭一會兒的話 可能過一會兒真的就得一兩點才睡了 那希望大家 嗯 雖然沒有辦法給你們那麼多好的就是壓力 但是 就 比如說像我 偶爾給你們通過直播這一個小時 你能通過我的一些小故事釋放你們的壓力的話 我也會感到十分的開心 希望大家在繁忙的生活中有一些 嗯 小確心 嗯 不要忘了我們生活中的小美好 因為 真的生活中有很多很美好的東西 嗯 不要等到錯過 再去覺得可惜 嗯 我們要在工作中尋找 那一份小美好 相信你們可以的 嗯 我們都是 對嘛 就是 相見就是圓 你們 你們能來到我的直播間說明 我們的氣 就是我們的氣場是在一定程度上是有 是有關聯的 我也希望我的 這份小熱血能影響到你們 讓我們一起有一個熱血的人生 加油 嗯 掰 晚安 下次見 好好睡覺 有緣的話夢裡見